大家好,我是立法局議員陳佩良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個近期很熱門的話題 就是港車法上 我們知道在7月1日開始 香港的私家車車主 無需用兩地的配額 通過申請後 可以開車直接到廣東省內旅遊、探親 或短期商務都可以 港車北上的安排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保險 現在按港車北上的安排 香港私家車車主 可以在現有的香港公司已經賣的保險單裡面 擴展去補國內的交通事故 向制責行保險 即我們俗稱的交流險 在這樣的安排之下 只要你在香港的保險公司 擴展了內地的保險的話 你就不需要特別去到內地 找保險公司去買一張獨立的交流險 這是大大方便了我們香港的車主 保險的安排 都會有人問 如果我真是這麼不幸運 在內地發生了交通意外事故 我應該怎樣處理呢 其實我們如果真是在內地發生了交通意外事故的話 第一 我們當然是立刻要打 122這個熱線 去報交警 第二 我們亦都要打電話 給保險公司的報網熱線 通知保險公司交通意外 讓他派人到現場 去補損和平遍損失 第三 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跟第三者 做一些私下的協商 因為這些協商 可能在保險公司來說 未必承認 和你可能不會在這部份獲得賠償 所以在保險索償方面 大家都要注意這幾點 我們相信 這個港車附上 其實就方便了很多香港的市民 直接開車到內地遊覽 觀光各樣東西 同時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 帶動了我們香港和大灣區裡面 人員的交流 我相信對於香港和大灣區的普通 其實都有一個很正面和積極的作用 所以 我相信大家 6月1日 你就可以開始通過 在我處處的網頁去申請 然後抽籤 配額 亦都拿到這個准許的話 你7月1日就可以起程 亦都在這裡先祝大家 有個愉快的旅程 多謝大家 我是有一個很好的 店 我會相信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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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